推拉门安装演示动画 在未拆包装前 首先按照包装套上合格证书的标签型号 找到相应的纱网门扇、玻璃门扇、五金配件才可以拆包装 组合门框 将这些产品搬运到相对应的门洞下 然后拆开产品包装进行安装 将与下轨道连接的左右边框的防水垫白色胶纸撕开 然后将上下轨及左右边框用不锈钢螺丝组装好 最后拼接位处涂抹玻璃胶 放入洞口并测量上下左右的水平 测量左中右上下轨道距离是否一致 检查下轨道水泥是否平整 检查左右两边门框水泥是否平整 然后用冲击钻钻钻钻 钻好安装孔 将不锈钢螺丝套上膨胀管 固定好门框 然后盖上黑色压条 防水门框安装完毕后 需对施工的门洞进行修复 在门框和墙体的四周 水平填充抗裂沙浆 从而使门框保持平整 不变形 然后在门框外面与墙体的接缝处 打上防水胶 防水 按照订单图纸要求 安装门扇 安装直手 在距离锁心 往上六公分处 安装直手 安装防撞胶 在门扇的上下两端 各安装一个防撞胶